今天白日齊 這個在大陸 台灣沒有就是 為了形象扭曲歷史 所以他們只是把它安養 在這邊 你看我們配燙的 笑死了 好了 跑那麼遠帶爸媽過來吃 全豆干 真的好吃 今天帶爸媽來到了一個 九轉十八灣的地方 太不容易了 這下我更加的 更加的堅信歷史是真實的 什麼歷史 張學良真的不容易 真的是被囚禁在山上的 老蕭開車開的 我都要吐了 好不容易才到了這裡 不願兄弟自相殘殺 不容強敵磨刀霍霍 張學良毅然決定 讓青天白日齊 在東北大地升齊 青天白日齊 這個在大陸 還要在大陸升齊 你看老叫笑的 就是台灣的國旗 為什麼要說台灣國旗 對你這個歷史 叫歷史老師教你了 我沒有上歷史課 求知與爆棚的天一別擠 這馬上就有 這邊是什麼 這就是那個 他就留年人生長到這裡 紀念他的 到這裡來的 那這是趙氏小姐 這個是張學良 將軍 這個地方開幕是在馬英九 我擔任總統的時候開幕 2008年 2008年開幕 2008年開幕 這邊才開幕 然後對外開場 小爸開始給孫女 講當年的歷史事件 張學良故居 他住的房子 比我想像中要小好多 我以為是幾層樓 就是這個嗎 他這個房子 有點像日式的那種 日居時代的那種房子 什麼 幽靜歲月 真的幽靜歲月 是1946到1957年 真的 所以證明台灣沒有 就是為了形象扭曲歷史 所以他們只是把他安養在這邊 對 人家明確講了就是幽靜 啊怎麼了 我們要尊重歷史 我們不用為了面子在那邊美化他 你看小爸還在在講 小爸在努力的解釋 生女上歷史科 對啊 張學良故居 好我們進去看看 你看他這邊寫管束期間 張學良被管束 管束 在哪 管束 哦真的 他用的就是管束 嗯 就明確講他確實是被關在這裡 確實是被關在這裡 確實是被關在這裡 對 不是給他安在這邊養老 張學良 這是真的張學良的照片 嗯 是 這是他要離開我們清泉的 這個一週內的照片 不是嗎 就是七歲的時候 就是很近 對 就是他要離開我們這邊的時 那離開這邊知道去哪裡 對我很想知道 去高雄的壽山 三年 然後他是在這邊十一年 在這邊十一年 在這邊十一年 對1946到1957年 哦 然後再來就是在到高雄的西子丸壽山那邊 壽山你知道是哪裡嗎 不知道 我去過很多次就是我阿嬤那個 哦 我知道拜拜人的地方 哦 然後再來就是1960年 然後再到北投去 哦 他轉了好幾個地方哦 對 在台灣的話是 對 對對對 他在北投三十三年 然後再到夏威夷 在夏威夷 在夏威夷一個就是市市 哦 最終市市 哦是這樣的 那就是他來台灣第一個居住的地方 就是這裡 十一年 哦 原來是這樣 謝謝 你看這個照片那個時候其實還蠻 年輕還是蠻帥的 蠻帥的 但是我被大陸的電視給騙了 為什麼 那個裡面的演員真的超帥 比他現在這個帥 我都是一直覺得趙學良是最帥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還不錯 很帥哦很帥哦 很帥哦 這個是蜜件哦 不能摸 又欣這個是蜜件不能摸 你是要出去嗎 好幫爸爸帶你出去 台灣 哇他們的字好漂亮哦 他們手寫的這個字好漂亮哦 哇 你們倆在幹嘛 這個是那個時候他們講話的聲音 哦哦 聽聽看 聽聽看 媽你可以耳朵靠近一點 所以說那個時候一打開 哎呀 這個鍋吧 沒有什麼好點茶的 過 對啊坐在這邊喝茶的 嗯 茶點心的 都是 對 他們生活應該比較西方一點 嗯 你看之前都是這種騰椅 我記得這個應該是我小時候做過的 你看我們倆是不是跟這個房間的裝 裝修很難配的 那你就照這樣給我做一個房子吧 那你要在這邊住幾十年 啊 養老啊 養老啊 啊 啊 正在做美夢呢 被他打擾 他在這邊還能夠養小狗小媽 哈哈 哎 其實生活還蠻多姿多財的 多了他的權力而已 對 其實給他軟起來 什麼都沒有了 給外面就不接觸了 故居的對面有一個溫泉是對外開放的 台灣的溫泉絕對不能錯過 帶小爸小媽泡一下解解乏 小媽的腳都紅了 不能動 一動就更燙 我的腳也紅 你看我的腳也紅了 豬皮熟了 但是 哎 不要動 但是定下來以後就很舒服 是不是 好多了 定下來以後就很舒服 哎 好舒服 哎 泡了很解乏的 是不是 對 對 我爸一開始還說不泡呢 你看小爸剛剛還說還要脫襪子 好麻煩 然後現在忍不住了 下來了 烫 烫 烫 好舒服 那個溫泉跟黃港的不一樣 黃港那個湯是很黃的 是吧 對 這是清泉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泉 都没有这是原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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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小妈泡着泡着 刚刚已经站起来了 已经不怕烫了 但是看我的脚已经完全熟透了 今天晚红珍珠蹄 那个更烫我不去 你看我们配烫的 笑死了 好了 好张学良的故居看过了 温泉也泡过了 现在带爸妈去吃晚餐 我的爸爸妈妈特别喜欢吃豆制品 他们说台湾的豆制品比大陆的好吃 然后所以今天侯和老肖决定 带他们去吃台湾最好吃的豆制品 小爸小妈还在干嘛 天忆 在看什么 不怕死不爱钱 丈夫绝不受人言 顶天立地南而汉 磊落光明度于年 张学良 79年12月31号 爷爷拍照肯定就这样 谁说的爷爷保证不是这样拍的 天都黑了 我们终于赶到大西了 然后这边是我和老肖上次过来吃的老阿白豆干 好像是这个名字吧 然后超级好吃 给我留了好生好生的印象 现在带爸爸妈妈过来吃 他们已经坐下来了 然后我们家的后哭鬼又开始哭了 你看就是他 妈妈你想吃哪一个 这边炉子里面 对对对全部都是豆干 看那个好吃 看的都好吃 吃点 我们要带走吗 没有在内用 内用不要太久 好不会太久吃完就走 哪个什么 这个 四肚吗 没有这个 这个竹筋 对对对 四肚二十够吗 够 然后妈妈你要吃哪个 这个 帮我切一点 面长一条 对对 还有这个干净 好干一个 对 还有呢 这个是什么度啊 四肚啊 面粉透四肚 那帮我拿一个 我们要吃过 还有呢 好 那黄金蛋要吗 要要 两颗 蛋要不要 要五年 两颗够 好还有呢 哎呦 嗯 还有 这个暑鸡呢 还有这个 面茶 还有素鸡一个 对对对 素鸡 还有呢 嗯 好像没了吧 白叶啊 白叶啊 好啊 白叶好吃 那就这样子了 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我们结账了 先暂停一下 萧萧在剪这个影片的时候 是凌晨两点 看到这个画面 口水就不停地流 把家里的两包满 和大餐都吃了 只是为了解残 好想现在去大西 多少 可以 我这看起来就好吃了 是的 满满 猪肉 你不要弄 我妈说就吃这个可以 哈哈哈哈 我妈特别喜欢吃豆干 我也流口水了 这家真的超好吃 但是我们来迟了 海带好像没有了 还有个什么东西没有了 没有吃到 面馆收了 面馆也收了 礼拜天出来 路上面都塞 所以到这边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现在已经7点了 下次来早点 妈妈好不好吃 嗯 这个食物 很好吃 嗯 叫爸也开始开吐 叫爸也开始开吐 叫爸好不好吃 可以蘸那个酱 嗯 你也要吃 你也要吃 尤其你也要吃 爸味道怎么样了 味道很好呢 味道很好吧 嗯 我上次就这个人 我上次我一个人吃了三分之一 哎 超好吃 这个 嗯 这个好像是他们家招牌 这个是招牌 最大的那个 尝尝的那个豆干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叫百叶 真是个无脑吃货 但是吃在嘴里面 嫩嫩的 然后它的卤味的那个 酱汁 已经全部都卤进去了 很入味 一会儿全部都吃了 就趁这一点了 然后 爸爸又去买了点 说 待会儿不够 再倒下来吃 要不然就带回去 我害怕人家收餐 要不要现在倒 现在倒啊 哎 倒倒倒吧 爷爷和奶奶还没吃 他还还有一点 二点 就 跑那么远 带爸妈过来吃全豆干 然后 真的好吃 看肖妈的表情 就知道是真爱 吃的还很开心 哈哈哈哈 好吃 好吃吧 嗯 虽然都是一个锅里面卤出来的 但是它每个肝子的嚼劲啊 口感啊 口感不一样 是吧 嗯 真好吃 这个你吃不吃 嗯 爸 嗯 你是因为它这边的这个豆干好吃 所以你才会想要买它里面的这个 买回去呢 就在尝尝那个干的 对 味道怎么样 跟这个比就怎么样 以我了解的爸爸 就是一般不会想要买这些 就是已经包装好的东西 对 肯定是这个现场的好吃 所以爸就对里面那个包装好的 有一点信心 对 买了好多包 哈哈哈 好多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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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